好了,接著到一套成本之低 真是你一看就看到的作品 我不是說作畫出現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類型的戰爭背景的作品 若然士兵都沒有的話 其實真的有天而那過 死了嘛 二戰打仗,一韓人都打 不是,你應該拿回九十年代無線那套風神榜 永遠後面有大概七至八個人跟著的 其實這套也很像 接著我們要講的那套就是這個 魔旦之王,和戰機,與戰機 這套其實就是 原本是輕燒出來的 現在開始第二部,我沒有記錯應該是第二部 動畫,因為我現在都不知道這個故事說什麼 大概世界觀是說什麼 都是例牌那些東西 一開始就說就是主角阿鳳凌 隨隊出征 隨隊出征 然後跟著就 他的所屬的國家就大敗了 但是他所屬的國家的兵力 他說到就是敵人的兵力是五倍之多 兩萬五打五千 都不夠人打 不要緊的,你都看到兩萬多少 不知道,五千多少都不知道 因為看到的 兩萬五千死剩一個 他就被敵方,即是女主角 七戰機之一 然後因為鳳凌他就為了什麼呢 掩護敵方撤退 不是掩護敵方撤退 其實他起床那一刻是死了 哈哈哈哈 他睡醒那一刻 這是做類似的事情 這些就是發動了 DoubleW裡面 Hunter最厲害的技能是什麼 炸死了 因為鳳凌就是 見到敵方的大將 他就想著就是 因為輸了 其實最少就要擊倒對方的大將 應該可以阻止對方的 沉攻 其實是 那鳳凌其實就是一個弓箭手 是 然後他發覺只有五支箭 哈哈哈哈 你不是看魔界的 其實他不是看的 鬥一鬥的箭把五應該只有五支 你只是看 復仇請聯盟 看魔界就知道 攻手是不能夠小 攻手其實 我絕對要跟你說的 我也要跟你說的 當然在這一套裏面 告訴你其實是不是的 掃射 作為一個攻手 其實鳳凌是失格的 為什麼 開頭突襲那一刻 我覺得OK的 但是 為什麼要射馬 射馬是OK的 射馬那個位置 但是當被敵方的大將 雷珠的戰機發現了之後 然後還要就是什麼呢 直線這樣 看著他射箭 難道你想射轉蛙 還是殺神特攻 攻守 或者應該說作為一個 炮擊型 我叫炮手型的角色 Hit and away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明白 在鳳凌的思想來說 沒有他射穿的東西 你看看第三者的王子的規格 這麼厲害 都被射穿 而且某黃 我覺得你有爬橋的地方 人家是在騎馬 你的機動性沒得走 因為其實鳳凌之後 其實是射了第一次 然後被自己擋了 第二次再擋了 第三次 走啦 你怎麼得人家便宜馬 大哥走到哪裡 都沒得走的 怎麼走 對面那隻風機來的 他不知道的 你擋了第一次就不知道 人家騎一馬 你跑步 哪個快點 騎馬快點 大哥 你爬哪 你爬起來 拼命射兩次 看看能否死死他 當然不會啦 你這些一定是 戰略式的撤退 你回馬槍也好 回什麼鬼也好 回身射也好 其實你是應該是用 這類型的戰術的 即是你 無敵無敵的情況之下 攻守 如果你還要明知 對方的大將的實力 有回到差不多的話 你還要跟他正面交鋒的話 你作為一個攻守 你是不是愚蠢一點 你又不是 不是啦 對自己有信心的攻守 是夠膽隻臭的 他不會是猜不到 作為一個實力的人 沒有可能猜不到 那個戰力差的 你那一刻就當你猜不到 你射完一箭 都知道大概的 攻守的話 你又知道 我當他不是那麼高手 他射了兩箭 他不是高手 你射了兩箭之後 你都覺得 他還擋到他 還在衝過來的時候 射了兩箭去發覺 今天那個手風不是那麼順 你射了第三箭 不是啦 你這樣說就錯了 我絕對可以拼到你 等著他被人俘虜了 被一把大眼神弓 他都要射完三箭之後 才縮摸到那種手感 他的敵人都需要三箭 是很下底的 她說錯了 隨便吧 因為這樣 而蓬倫就被女主角 活捕了 活捕了 我也說了 現在的作品裏面 俘虜的待遇是很好的 不是俘虜不是問題的 俘虜有個三米力長的 即是失策了 因為女主角 就體重了男主角的戰術 有什麼戰術 他是這樣說的 他沒有說 他講過的技術就是 當他打這個國家的時候 所有人都是背著他走的時候 唯獨男主角 傻居居地站在那裡 突然覺得男主角 真的很吸引 正面上我 不是 是正面給我上 其實我甚至深信懷疑 第一場戰鬥裡面 為什麼男主角 開頭 因為這個只是頭兩集 我看出來的解讀 我是懷疑 主角原本身處的國家 是沒有攻守的士兵 他有說過 他這個國家是重視騎馬衝鋒那種 所以他這個 馬都沒有 他攻守是被人看不起的 正常來說 如果有騎馬的時候 是否應該每人有隻馬 然後可以攻守在上面 用騎射呢 主角炸死了嘛 所以主角其實是錯了的 如果他騎射就好 當然 故事就說到其實 當阿馮倫被戰機俘虜了之後 希望就是他投降 加入武軍 因為他欣賞他的射箭那幾下 當然阿馮倫就是因為他身為一個國家的八爵 他有自己的領地 他不可以為了貪圖這個女色 而這個 其實他好像沒有貪圖 他已經中了這個 一開始起碼 正常敵方的首領呼號了你的時候 你怎麼都要有些反抗者 動之耳情不行 唯有適有 然後就 動之耳情跟適有有什麼分別 五項動之耳情用口 動之耳情用適有 用身體 用身體和用口都是次序問題 你可以用完口再用身體 用完口再用身體 用完口再用身體再用回口 他一開始就是用口說 嗯 我看中了你的戰術 包括你那個人 但不行的話 然後就 嗯 發覺就是 道理呢 就應該是 不能夠動搖這個人 當然美色其實也動搖不到 馮倫如 其實 能夠動搖到他面紅的 他答應他投降 因為其實都是說 他本身就是 他要照顧 因為作為一個八爵 如果投降的話 他領地的居民 其實就會被 叛國那樣殺殺 還有他也有提出一個條件 叫他拿些縮金來縮回 但那個錢拿到三倍領地的年收入 其實一開始就是 他根本上女主角是不想放下馮倫走 是 那為什麼要提出這個 金錢上的交易呢 他就是讓他放棄馮倫走 那這個世界都是金錢上欲看的 其實這個設定是說 當其實如果你的俘虜 你是不夠這個俘虜 即這個俘虜你放棄了他的話 如果到時他因為這樣而叛國的話 其實他給了一個理由去叛國 其實是為了你應該這樣去看那件事 那當然你說 我不知道 馮倫其實在他的國家裡面 就是作為一個 鬥謀伯爵 鬥謀伯爵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得罪這麼多人 全個年輕伯爵 有勢力的王子 也好 也好 每個人都很看不上眼 你說得第一集 你是公首嗎 可以的 你沒有什麼 不是公首 在他的國家 不是重視的職業 然後就發生了 有另一個猴雀想打他那個領地 於是就危急了 那他那個老神子 就過來通風報信 說笑主啊 我們領地被人打了 然後他就想 領地被人打其實也不重要 不過你的女僕就快要被人 不是 這個還沒發生的 這個還沒發生的 然後這條馮倫 就是正面被人上 他打算單拖走 然後馮倫就想 嘩 動我的女兒 還沒動 回來才動 冷靜一點 可能是適合你口味 也不要那麼緊張 所以他就打算離開 誰知道戰機是想 你這樣說服他 你過來幫忙 誰知道他竟然說 你借兵給我 總之都是去打 這個不是細節 暫時不需要理會 因為最終 其實戰機的角度 也有利 當馮倫不肯投降的話 如果真的如他所謂 他是一個 深秀領地 人民外帶的領主 其實他投降的話 是連帶 可能他的整個城鎮 都可以拿 其實性價比是高的 純粹這件事 就是幫他這件事 是賣個人情給男主角 戰機其實就是 不是很怕 異常很少兵數 別人人多勢 都不怕 可能他覺得自己 是精銳 Saber 撲無結界的死婆 直衝了 不關什麼事 不是 Saber好像沒有對軍 其實他之前 第一場戰鬥 他都打算 用了很多 戰術 以小博大 誰知道第一條戒賊 已經打沉了別人 你們搞什麼 條件就是 神服在女主角的旗下 你可不可以用好一點的字眼 那是神服 那對 神服在他旗下 又不是群下 OK 你自己想歪的事 我知道你更好想說女博那一段 對 為何你不斷搶我們這些對白 我明白 向戰機借兵 出發去他的領地 去保護他的神民 其實那裡也很值得 應該說可以走得動的 就去森林後山去站備 走不到那些人 就躲在神殿裏面 然後原來就是 神殿不敢打 這個其實是很忠貴的 就是你不敢得罪這個教廷的勢力 即是你戰爭怎樣都可以 即是貴族教會 即是等於 兩大勢力 即是等於現在的醫療站 醫療站會射出雷彈的 你錯了 醫院是沒有勢力的 總之在戰爭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文明規定 你怎樣都好 你不要動到 即是教會 不是文明規定 只不過是 人道 畏懼於 教廷的勢力 教廷的勢力 即是如果教廷失勢的話 他們照樣衝入奸蒙老律都可以 即是等於 為何信長當年 夠膽消山 會這麼嚴重 同樣道理 即是你要做這個行為 你要將要去面對的 就是一股無孔不入的勢力 因為教廷來說就是什麼 你的神文都是信這種宗教的 因為中古很多時候 沒錯 你是父親傳的位給你 但是幫你戴皇官那個 你父親死了 誰幫你戴 就是風雷都是教皇 幫你戴的 而肯定的其實是 教廷肯定你的地位 很多時候可能是說 所以其實 他這裡的教廷 當然不知道 他這裡不知道 他的背後設定是什麼 總之就是教廷 他們就不能動 然後女僕就為了什麼 為了在家 他認為馮麗一定會回來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 那位王子 他一直看不起馮麗 為了就是 打算摧毀他的一切 即是他的房子 第一樣東西 他來這間房子 就是他拆樓 誰知道 他拆樓 然後女僕就不小心 就是他留在那裡 他不是他死守的房子 但其實我不知道 他憑什麼死守的房子 他拿著一把工 經常都拿著一把 但是他沒有 但是他又沒有賤的 那把工就不是他死守的東西 那把工是他的全家之寶 即是這個猴爵的家 所以他又要拿著一把東西 不要被人破壞 不要被人搞 然後就是 對於那位王子來說 就是說 你就是馮麟的野人 容有物 小情人 那就等我 反正我也要獲得他的一切 我要獲得他的一切 那就不爭在你了 打著行得慢 搞人都搞得這麼慢 搞人就回來家裡還沒搞完 他沒有想過馮麟會回來的 他想著要享受就是 你追 我做 那種的快感 你看到他的樣子都知道 他都不知道追得多開心 你見到的 最危機的關頭 撕爛了衣服的時候 準備侵犯的時候 不會撕爛的 他很有技巧 你撕爛了 一個下勾上去 那條裙碎了 你那個直撕 好了 衣服都爛了 準備撕爛之際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可不可以推論 其實王子的見法 其實都很高 應該挺厲害的 比一把余山刀應該很好 即將要施展綠山之爪的時候 就被這個主角 一箭地射到綠山之爪上 其實是很划算的 這個王子是蠢得媽媽都不認得 就算我覺得你要拆人樓 都是在家裡搞 你也不要只是自己一個人來 他是獨自來的 不是的 他可能控制了那個地方 自己一個進去 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 這裡其實真正正正在這一集裡面 即是在第三集裡面 你就會真正看到這一套東西 最大的問題 這是什麼 你會有疑惑 既然好像剛才如果 根據IAM的立論 其實他可能已經是 整個城市 其實他已經包圍了 也都見到 很多小組都見到的 教會已經包圍了 其實他們已經在搬 在城市裡面 已經是有了 這個王子的軍隊的人 逢倫怎麼進來的呢 他一定是skip了 只是很有型的 他見到自己一掃死去 不是 他有說的 地理在我 地理在你 你能不能進來 是兩件事 反正他知道 他的管理的地方 有秘道 沒有什麼問題 他很有型的 因為他最初的效果 你看動畫的角度 你只看到王子 帶兵來 有兩條龍在山上 然後派兵下去打 龍就不讓他入城 因為爸爸說龍 不習慣城市 不要叫他入城 其實你感覺上 他只是單方面進攻 但問題是 他左右邊邊進來 你不要管 總之他說他能進來 這件事很奇怪 這件事 其實你中間應該有一個突入的情節 在裡面 而這個問題 跟著第三天 真真正正顯示了這一套 經費 是真的很可憐 因為他也要表現 所謂的戰爭 所謂的戰術 那些不是千軍萬馬嗎 他就是用了西洋棋 隔閒隔仔 這個戰略遊戲的方式 去顯示他們怎樣去進軍 怎樣去分散敵人的兵力 怎樣去圍攻 怎樣有敵 等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靠一個旗盤 我覺得OK的 他會不會純粹這裡容易給你 我覺得合理的 錢我又不覺得是一個最大的考量 因為我覺得你畫 你畫得很清楚 不是 他甚至乎 你畫人就可以了 他甚至乎可能是旗盤走完之後 就給你一些現場的環境 給你看一看 沒有的 應該要這樣 應該要這樣 戰術上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就算是分兵之術 你就算是用 以鳳倫他們那邊的人數的兵力 分兵之後 主隊被包圍 然後分兵的小隊再去營救 那裡其實是不夠力的 而且事情很荒謬 因為這套東西很奇怪 一開始他是25000打5000 現在這個是3000打1000 他的說法就是 留100守城 拿900的抽 在城裡突入那一刻 殺了300件 即是外面有2700 2700打900 計算是三倍 問題是 他把900變再分開一半 你當他那裡 我不要理他400還是500 他不知400還是500 就去頂別人前面那一排 我當那裡小極都千頂 問題就不是再以為何能打倒 問題是為何打了這麼久 都沒有被人殲滅過 兵源消耗你會很快 未必能捱到你那番禮 是只有敵人消耗了 對 很奇怪 會不會是質素上的問題 四百風和結界 譬如說會不會是1000兵馬是精英兵 但對面3000是龍兵 因為有馬說的有少許道理 他們遠攻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見到他有做 第一輪對面射攻箭過來 戰機拿個結界類似的東西 封擋了他 但問題是 他們用刀砍刀 兩軍是不相百中 你沒理由沒有消耗 這件事就很不合理 而不計中國的戰術 西歐科的騎兵戰術來講 分隊其實三隊是極限 尤其是人數少的人 其實不應該分那麼多 因為騎兵最大的威力 在衝刺上就是 用質量撞散對方的陣勢 但你見到的就是 應該是移動力才對 不同 他們騎兵馬是從海達的 不是直接撞散 因為騎兵的功用是為了撞散敵人 或者撤斷敵人的戰陣 而當中裏面 可以做到擾亂敵方的效果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戰術 或者說說說 基本上 騎兵是後方陣 年代出來的東西 因為黑方陣 轉向的問題 所以騎兵的狀態 中世紀很大程度 就是衝刺 你見到他拿著一隻很重型的長麻 那些麻油很長 然後一邊有個盾 然後一隻重海狗 一隻撞過去 他就整排衝過去 但是很顯然 在這一套作品裏面 女主角方的騎兵 全部是輕騎兵 是啊 全部拿刀而已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當然 當你自成這樣 想不到 因為敵方有兩隻天龍和地狼 飛龍 總之有兩隻龍坐陣 但是不要緊 因為這個戰術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根本女主角都冤了 弄 砍吧 然後一砍死了一條地狼之後 他對這個說什麼 我這招是不對人用的 你的兵是多得你不少 就是說 哇 死人的 那些兵沒有死過炮什麼 然後打到中途裡面 黃之就挑釁這個鳳梨說 我和你單挑 現在只打 那我就打算沒有人幫忙 你這個只是拿工 你誰單挑到嗎 對了 黃之是什麼職業 黃之是騎兵 炸盾的騎兵 那他有沒有拿一隻馬出來 有 怎樣啊 你有沒有看的 第三個好像沒有 你是第一步一集 馮麟就再次展現他精湛的戰術 就是用三戰同一 射中一個盾的同一點 第四戰就是轉穿那個位 插穿他的手 其實是黃子太有禮貌 他真的站著給你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 我懷疑 黃子在練擋檔架 他在升擋檔架 那他應該沒有加強 你要知道那把黑弓 真的跟黑海龍有得揮 你不應該這樣跟他打 你要拿回加強 要不然你是會死的 那在這個單挑裡面 當這個黃子被灌穿了他的盾 射傷了他的手 然後他當然 搖底就想撤退 想要騎著一隻天龍 這樣就可以離開了 其實那一刻有很奇怪 黑公 然後就說 借了那些女主角的把劍 那把劍的力量 然後就一下子 對天軍炸 對 一下子就貫穿了一條龍 感覺來講 其實太多位 他一開始一直在說戰術 然後無端端 就 將一些靈界於戰術的東西 帶著 就拿出來用 我就覺得 我還沒得到一個主題 不是很簡單 戰術你又不夠我來 隻抽你又不夠我來 你找什麼跟我鬥 不是 我覺得戰術OK 但是跟龍打不夠的時候 用一些寶具 未必殺技 我覺得OK 但是那條龍是廢 或者是 給不到效果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這類型 其實是很近質魔界那種 即是那隻是戒靈 我當你那條龍是戒靈的case 的級數的魔物 其實 首先就是 那條龍 其實很大的優勢 其實當中 在第三集 你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 王子方面的軍官說過 再繼續壓制下去 是他們會贏的 其實是會 因為兵數 太懸殊了 這個 也建基於 因為我們偉大的戰機 說不行 招招必殺技 是不能夠用在人身上的 他可能這招就是指 只限能對付怪獸 對人是不能使用 可能他有這樣的規矩 但是 你看到 如果在戰術層面上 就算他們沒有戰術 他們都可以憑兵力 去壓制著這些 所謂的 很優秀的戰術 因為真的差太大了 我喜歡你這句 但因為王子老殘 大家都知道 你玩三角字也知道 多兵的情況之下 是不應該單挑的 小米常說 你多人就贏 你試試和我一隻 這些才是正解 當然 很顯然王子 是有這個 流蟬的智商的 不是 甚至 我覺得他會聰明 聰明就是什麼 聰明就是 假設你是人少 你叫單挑 人家會不會理你 當然不會理你 如果你是多人那批 人家叫單挑 哇有這樣的機會 還不單挑 這樣才會聰明 那你要單挑贏到才行 那他又很有自信 沒理由騎兵會輸給這個弓箭手 但不是一向都是弓兵黑騎兵嗎 不是 伏語來說應該不是 黑劍 黑劍 黑劍士 你要明白 他現在是弓騎兵 畜星變了 是錯了 對不住 所以 你可以這樣說 你照推論 其實應該要王子要投訴 去回第一集 你明明是弓箭手 我轉職 你不要站著跟我打 所以很肯定就是 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在第一集的時候 馮倫是錯了 面對著一個騎兵 他站著用箭射 是不是錯了 OK 這些叫裝豬吃老虎 現在整體上 你說看到裡面 其實我反而期待 如果真的你這樣打 我是想看 戰術多一點 但我已經有個預感 就是這套東西 放必殺技 放得很大 因為還有幾個戰機 應該是閃爐 好像有七個 七戰機 其實七戰機 分別是管理七個地方 我不相信是必殺技 應該會 應該會 正常 應該不止七個 所有這些作品 女僕都不是七個之一 女僕是戰機 就不用被人殺菌 我預感就是沒有 應該的戰術不多 因為其實 好像是開頭 那個戰術好像是為了 鋪世界的架構出來 而出現那場戰鬥 暫時給我那個感覺 暫時給我那個感覺 不是 你是說那麼多戰術 但我沒有代入感 我沒有代入 就是覺得你的戰術 究竟為什麼會有效 當然這個可言 建基於 因為大家的頭腦戰方面 實在太圓船 還有補具方面 也圓船 一邊是老殘 完全的戰術是什麼呢 你這樣走 對方就會跟著你這樣走 而中招 所以暫時還沒有看到這件事 不過 無論如何 這類型的中古作品 我也有興趣 會繼續追下去 看看 他之後的套路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比較擔心 他的戰爭 會走回 Dockday那種感覺 那我也不會 我覺得我也不擔心 他會死人 你不用怕 他會死人 這一套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一套